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剪片的時候發現 我忘了錄音錄 所以趕快開機 穿著睡衣 也想補幾句開場吧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這條影片會是不專業廚房系列 跟以往一樣 都是簡單容易煮 沒技巧 新手都煮得到 但是食香味俱全 絕對騙得下人的 兩個菜式 紅酒燈牛辣條 很適合現在work from home 因為它真的很簡單 很好吃 但是只需要時間 我們現在整天留在家 最多就是時間 而另一個就是清酒煮蜆 更簡單 10分鐘就完成的菜式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不如現在就開始煮食吧 不要看我穿睡衣了 又是全部材料都在這裏 是不是看上去一點都不複雜呢 首先說牛辣條的材料 當然有煮過牛辣條 我也是超市一包包買回來 這個份量大約是3-4個人吃都ok的 然後有一個蕃茄 一個洋蔥 還有一條甘筍 它們會令到醬汁有蔬菜的清甜 還有多一碗蘑菇 最近的菜太貴了 菜心都40多元 現在這裏應該足夠我們一日的蔬菜量吧 說明紅酒燜牛辣條當然要有紅酒 這裏是小小枝的一半 夠的了 不需要用美食的 82年的Lavit留回來喝了 煮食用到最便宜 哪一枝最底 入哪一枝就對了 然後是茄膏 我會用半罐的 原本打算買一盒牛肉清湯 但長洲找不到 所以唯有用著龍湯寶的牛肉味 最後還有蒜蓉和香葉 在這邊懶就用現成的 香葉在藥材店就買到的了 3元有很多很多的 然後清酒煮蜆的材料更加少 有蒜蓉 然後有蜆 還有就是清酒 這裏又是上次用剩了半瓶 現在用了它 剛剛好 解凍了牛辣條之後 就把它洗一洗 切成一口大小 這樣吃起來都會方便些 番茄我又切一塊塊 沒什麼所謂的 洋蔥我習慣切頭切尾 連皮中間剖開一半 覺得這樣是比較容易剝皮的 然後把它切開一塊塊 這一刻不需要顯刀工 隨便切就可以了 還有紅蘿蔔 先剖皮 然後一樣切成一口大小 這個個人喜好 因為我自己不是特別喜歡吃 這樣比較容易入口 最後輪到蘑菇 洗乾淨 逐個逐個把釘子拿出來 接著要切一片片 如果你是怕切親手的話 去到最後那邊 橫壓著切是會順手一點的 有沒有人同樣呢 其實不是太適用罐頭刀的 這一把都是鄰居借給我的 很怕這些鐵片 因為經常都容易戒到手 然後流血 要小心一點 慢慢拿出來 準備好材料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預熱了鑊 放些油 將牛辣條一件一件的 放進鑊裡 鋪平它 每一件都要受熱的 給點耐性不要攪拌 當你看到有一邊變色 就可以逐件反轉 然後兩邊都開始金黃色 就差不多了 這個動作可以逼所有油份出來 拌完之後吃下去 沒那麼油膩 這個時候把牛辣條拌出來 牛辣條逼出來的油 不要倒掉它 直接用同一個鍋 把洋蔥放進去 看著它們黏在一起 不用怕 熟了就會分開 就像現在這樣 炒一炒 看到它開始變成透明之後 就可以把蘑菇都倒進去 慢慢炒 慢慢炒 連蘑菇都開始變成軟身的時候 就可以把其他的蔬菜 全部放進鍋裡 炒到差不多 就可以把剛才的牛辣條 全部翻到鍋裡 再加上半罐的茄膏 把它拔下去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龍湯寶 我們撕開一粒 然後整粒 扒進鍋裡 半瓶紅酒 不用節省 全部好氣地倒進去 香葉洗乾淨之後 也放進去 最後就到加水的步驟了 水的高度和材料平排就可以了 不需要蓋太高 所有的東西全部拌勻 在這個時候如果家裡有的話 我們可以放少許香料 剛好有這兩款 我就什麼都放進去 加了之後味道會更加有層次 不過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不加也可以 一樣都是要把它攪拌均勻 它滾起來之後 顏色是不是對板好多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工序 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現在只需要做的東西 就是把它蓋上 然後調到最小火 然後就可以把它調大約30分鐘 我們可以去看電視了 如果家裡是用明火的話 記得要調鬧鐘 炆30分鐘就關火了 關火之後 什麼都不需要做 有它放在這裡 再焗多30分鐘 這個就是炆30分鐘焗30分鐘之後的樣子 以免它黏底 都是把材料兜一下 然後再一次開火 將它滾起 喜歡的話可以試一下味道 這個時候牛辣條還是很硬的 不需要擔心 我們有的是時間 重複剛才所做的步驟 一樣都是等它滾起之後 蓋上蓋 然後把火調到最小 等它30分鐘 時間過了之後 關火 然後繼續焗它30分鐘 記住中途不要打開蓋 最少都要重複這個步驟三次 就是滾起它 蓋上蓋子 然後小火炖30分鐘 再焗多30分鐘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所以現在不如去看看 怎樣煮清酒煮蜆 蜆浸了這麼久 沖乾淨它 今次我用了牛油去開鍋 香一點 然後就可以放蒜蓉了 喜歡吃放多點 還手行切了少少辣椒 將它們兩個炒香之後 就可以把全部的蜆一次過 放進鍋裡 拌勻之後 放清酒 剛剛蓋過蜆就可以了 又是 已經將要做的事都做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現在讓它滾兩分鐘 將酒精揮發 一會兒湯就不會有苦味 然後一樣都是蓋蓋 這次更快 計時4分鐘就完成了 時間到了就關火 然後一打開 煙無離蠻 我們看看蜆究竟打開了沒有 加多1茶匙醬油 讓它有多一點點的味 是啊 你沒有看錯 也沒有聽錯 這樣就煮好了 喜歡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夠不夠味 回來這一鍋的牛辣條 經過這麼多個小時之後 現在已經燉到很軟 很入味 只需要加少許鹽 調一調味 然後拌勻它 試一試味 OK 就差不多了 為了賣相 我加多一點香料 大功告成 但我們煮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旁邊的蜆肉 多麼飽滿 肥嘟嘟 這個是沙白蜆 又便宜 又肥美 這一鍋才約40元左右 紅酒燉牛辣條最適合 當然是配意粉 或者像我一樣炒一些長通粉 就算不喜歡吃紅蘿蔔 這個也很好吃 然後牛辣條炆得軟 但不會爛的 一口大小 剛剛好 完美 怎麼樣? 給點評語 好吃 跟街食那些差不多 你不用求生肉那麼強 有沒有很多小小的池 說一下 嘩 油辣條很軟 入口即溶 又沒有那麼誇張 洋蔥和紅蘿蔔 各自的甜味 湯底融化了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口 口感 都不疼 哈哈哈哈 那清酒煮蜆呢? 嗯 跟外面吃的差不多 哈哈哈哈 每隻蜆裡面 除了本身的鮮味 就有淡淡的酒香 加上你加了那些紅色的東西 好像叫幾指 不是 那些紅色的應該在旁邊的煲 掉下來的 是不是? 我只是加了一點辣椒 哦 辣椒 哈哈哈哈 嘩 你在獨自的嗎? 沒有 你覺得這麼起鏡 很想給人看看 你覺得你的樣子是什麼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不要再聽金山廢話了 他可以說十個小時都不停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這兩個菜 work from home的日子 最適合就是煮一些簡單容易 只不過花時間的菜式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趁現在試一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有三點 通常日更有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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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